十五世纪初 为了寻找失踪的前朝皇帝 永乐大帝开启了远洋海外的超级工程 郑和率领巨型船队征服巨浪和凶险 联系了中国与世界 帝国财政无法承受下西洋的巨额成本 缺乏商业驱动的航海事业注定难以持景 西下西洋的结束是正合人生的终点 冥王朝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夕 降下最后的船帆 并 movie 公元1403年6月13日 建文帝朱允文在宫殿里 度过了他皇帝生涯的最后一天 一场大火遮蔽了建文帝的去向 他是命丧火海还是亡影天涯 众说纷纭 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公元1405年 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两万七千人三百多艘宝船 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船队在惊涛骇浪中 完成西下西洋的壮举 然而数十年后 郑和的这支船队销声异计 甚至于在史料中都难觅他的踪影 郑和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船 这支船队又为何能一次次穿越风暴 平安归来 在那个没有发动机的中世纪 又是什么赋予宝船动力 让他抵达万之遥的彼岸 明代中国是一个倾心于造船的国家 和用于显乐的画法不同 公元15世纪初 在南京出现的巨大船只 是为了实现一个帝王无与伦比的野心 公元1403年5月 朱棣下令福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船只 三个月后 又命江苏等省建造200艘船舶 造船的狂潮席卷全国 据明实录记载 四年时间 全国共建造修复的船只达到1600艘 如临大敌的哨兵和数以万计的劳作者 如今已经化作荒野里的淤泥 只有遗留的三个座堂 向后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作为整个帝国造船业的中心 某船厂在永乐年间 早已使用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 龙江船厂共有七个座堂 朝着出海口的方向平行排列 闸门暂时隔断了他们与大海的联系 在干涸的座堂内 船身在脚手架上逐渐成型 当船只建造完成后 门闸缓缓升起 使得江水灌入座堂 保船便可直接驶入浩荡的长江水道 这种被称为北管的音乐 黄初宗老人百听不厌 据说从唐代开始 南来北往的船员汇聚到东方大港泉州 这种南腔北调的旋律就应运而生 在黄初宗老人生活的这座古镇 除了北管 最古老的记忆就是造船 作为风伟皇室造船世家的第十代传人 黄初宗的一生 都在沿用着祖传古法 一锤一锤地建造一种远洋木制帆船 浮船 宋元时期 这种浮船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披波斩浪 到了明朝 擅造浮船的皇室祖先 还曾为郑和船队打造宝船 如今年近八旬的黄初宗老人将经历转投古船模型的制作 他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坚守祖业 正是这些精心打造的古船模型 为今天关于郑和船队的想象提供了依据 据史料记载 在郑和远航的船队中 除了最大的宝船 还有载运贡品的八维马船 承载吉仰的七维梁船 和史船成员乘坐的客船 一共二百多艘 宝船厂遗址出土文物展 陈列着一支长度为11.07米的铁粒木舵杆 这一支舵杆是1957年在宝船厂遗址发现的 可以确定 它就是为郑和船队打造的 有学者根据古船的比例进行推算 拥有这支舵杆的船只 长度达17至18丈 大约有55米 事实上 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只 指挥舰的尺寸 远远超过专家的推测 按照史籍记载 郑和一号宝船长125米 宽50米 也就是说 这艘船的面积 接近于一个标准足球场 郑和是一个天生的水手 大海使它兴奋 使它血脉奋章 如同一个棋手 一跨上马背 一股豪情就会在身体的内部涌行 郑和出生在云南昆明 一个偏僻的山村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这个地处内陆的尊庄 会和人类历史上最壮阔的航海活动 有何关联 公元1381年 朱元璋派30万大军 扫除远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 郑和父亲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逃过一死的郑和成了明军的俘虏 郑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在血腥厮杀中结束 被送到宫中后 郑和惨遭攻刑 作为太监 郑和被送到燕王朱棣的府中 从此 他的命运就和这个未来的皇帝 紧紧地绑定在一起了 明城组发动惊弹之以后 在郑村坝燕军和官军的作战当中 郑和表现得非常英勇 立了大功 这样被朱棣十分赏识 于是就用当地地名为姓 赐郑和姓郑 郑和就成为朱棣身边不可或缺的人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 他的先祖赛典赤 善斯丁是一位入世元朝的阿拉伯人 曾经担任云南最高行政长官 今天云南通海县纳家营 就是赛典赤后裔的聚居地 朱棣选择郑和出任下西洋船队的统帅 除了郑和的忠诚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具有阿拉伯血统 他可以跟中亚地区的很多阿拉伯商人 能够有很好的交流 所有的因素聚到一起 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 所以这是一个最佳选择 变化不强 古老的秦国在改革中成为东方霸主 狼烟四起 匈奴侵袭家园 大汉帝国发出强势力 意志合约终止冲突 宋王朝如何破解战争与和平编制的迷局 远阳海外的超级工程终究结束 明朝降下了最后的船帆 美梦被枪套声惊醒 变革者们开启自救自强的旅程 古老的河带村 一傍着五百里滇池 演播浩渺的滇池激发了郑河的航海梦 这个阿拉伯人的后裔 尽管儿时未曾见过大海 但他遗传了阿拉伯人的航海天赋 一听到海的声音 他就义无反顾了 郑河是海的儿子 他从来不拒绝海的召唤 反反复复的航行 郑河一次次穿越风暴 巨大宽阔的宝船 仿佛移动的大陆 对强风的暴虐无动于衷 郑河的宝船有着一流的平衡系统 隐藏甲板下方的水密隔仓 是宝船永不沉没的奥秘所在 竹子中间破开 它里面一解一解的 就是一个水密隔仓的结构 所以我们想我们的祖先 大概就是从这样的一个 现实生活中受到启发 一旦某一舱未破旋的话 这是一舱进水 就是我可以迅速把这一舱进水的 这一舱的货物移出去 然后把水快出去 然后来修补 哪怕这个舱我无法修补 只要这个舱进水 没关系 我还可以维持正常安心 水密隔板将船舱分成 13个互不相通的舱室 提高了船只航行的安全系数 最为巧妙的是尾部的舱室 有时可以向外打开 在船越过一个个浪头往下走时 水会流入最后一个隔舱 使船头上扬 确保船能够安全地乘风破浪 隔水舱设计 保证正合的船队在狂风暴雨中平安归来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直被忽略 那就是正合保船的动力 在没有发动机的中世纪 很显然 航船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风 正合船队善于利用季风 他们总是把自己出航的时间 选在东北季风到来的季节 正合七次下夕阳 它的时间节点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基本都是两年的时间 下去一年 回来一年 这个节奏实际上是一个季风的节奏 正合第三次出始 是公元1409年10月9日 从太仓刘家港起航 近海的季风已经开始 东海以北风为主 船队南下是顺风 抵达福建长乐五虎门 船队坐暂断停留 于1410年1月5日开始远航 这时从台湾海峡 直到南沙群岛 军委东北季风 船队实往战程 可说是一路顺风 阳流与季风 为正合船队提供了便捷的动力 但是海上的风向 总是有捉摸不定的变化 顺风的船 常常会遇到侧风 甚至是逆风 调整帆与船的迎风角度 是应付不同风向 保证船能顺利前进的关键 侧风时船员们转动翻的角度 将侧风分解成为船头前进方向和前侧方向的力 推动船体向前运动 逆风时 船员们同时调整船体和船帆的角度 将逆风的风力分解为两个力 一个力将船体往侧面推 另一个力则是往船头方向 侧面的力由于船体失水的阻力被抵消 另一个力则推动船体向船头方向前进 每隔一段时间 船员们更换一次船体和船帆的方向 这样船就可以沿只字形路线前行 水手们把这种行船法叫做想风行船 变幻无形的海浪 从不给航行者提供路标 没有卫星导航的15世纪 船队又是如何寻找前往目的地的方向 在福建泉州清静寺 曾有一座建于公元八世纪的石造路台 穆斯林常在这里观察星月的变化 判定斋戒日的时间 第五次出海之前 郑和来这里行乡礼拜 并且登上这座路台 像他在甲板上那样 透过夜空中迷乱的阵途寻找北极星 在泉州市的北边 有一个穆斯林村庄 据说郑和曾经专程来到这里 和村民们下棋 实际上 实际上 郑和来此地的真正用意是补充一批穆斯林海员 因为他们不仅熟悉航海技术 而且熟安星象学知识 当郑和在茫茫大海上寻找着航行的方向 擅长于观察星象的穆斯林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船队才得以航行到遥不可及的彼岸 郑和是一个天生的水手 大海使他血脉奋章 他同样也不惧怕海盗 因为郑和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明朝实际上是很强盛的 不论他的船 还有他的武器 他有一种火焰喷射器 他能把这个燃烧的火药投射好 还有一种火砖 是什么呢 是把那个炸药硬质包起来 然后把它压实 然后还要进了毒炮什么 所以就这些武器状况和装备状况 看啊 明朝的海军在当时的确是很有实力称霸海洋 即使如此 郑和在航海中很少动用武力 那些威力无穷的火炮 在更多时候只是船上的装饰品 公元1406年6月 郑和船队第一次抵达爪哇 他们登陆上岸 准备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时 遭到了爪哇西军队的突然袭击 战斗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旋风 把上岸的170名水手卷了进去 他们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爪哇西网手下的兵刃穿透了身体 海潮的声音通过了他们临死前的叫喊 等郑和上岸时 他看到的只是海滩上那些狼藉的尸体 远航刚刚开始数十天 就有这么多水手死于非命 这一事件让这支远行的船队 笼罩着不祥之兆 他要打一个国家 抓一个国家的国王 那太容易了 那么这种事情他并不怎么干 为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宣誉天朝的国威 郑和 他把这个问题把握得特别好 郑和知道这些挑衅者实在是禁不起一打 只要他一声令下分秒之间 明军就可以把爪哇移为平地 然而不可欺寡 不可凌弱 是明成祖朱棣为他制定的八字方针 最终郑和取消了兴师讨伐的计划 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事情发生了以后 朱棣同意和解 于是商定是什么呢 用六万两黄金赔偿中国的这种人员损失 但是说好了的事情 等到郑和的船队一走 爪哇王就不对线自己的诺言 等到第二次郑和下西洋 所以郑和的船队做出一种姿态 要惩罚这个事情 西王才感觉到恐惧 这个时候赶紧派人向中国的朝廷 送上万两黄金 这个皇帝一看 既然你服罪了 你服软了认输了 皇帝大手一挥 算了免了 中国人不喜欢市墙 极力避免战争 与其把火药变作杀人的武器 他们更愿意看到火药 在夜空中绽放成绚丽的花朵 朱元璋即位后 决心固守中国内地 不再向外发展 他以王朝创业人的地位 传逝于他的子孙 声明明朝永不征伐的 有15个国家 就是朝鲜 日本 琉球 还有现在的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这块地方 15个国家 到了永乐时期 虽然朱棣派遣正和下西洋 但他和父亲一样 并无开疆拓土的企图 而只是以派遣使节的方式 换取和平 朱棣制定的不可欺挂 不可凌弱原则 是朱元璋永不征伐政策的继续 这注定了正和船队的尖船力炮 只能是大明王朝威严的事物 似乎没有什么危险 是正和不曾经历过的 他不惧怕任何来自前方的挑战 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身后的暗算 是航海事业被否定 是大明帝国在他的手里 积累起来的海上优势 被彻底断送